黃旭 這條屋邨有55年歷史 是一條老牌的屋邨 這條屋邨的環境是相當吸引的 背山面海 亦都是不少名人的搖覽 它是有55年歷史 可以說是見證著香港不少的高高低低上上落落 我們一進來就看到有一間酒樓 這個酒樓也是比較舊式的酒樓 起碼有一個舊式的大堂 在這個新派的酒樓就不是經常見到這個 有樓梯的那些很流行 我們再走出一點的時候 就看到一系列的商店 即是店舖 不要說是商店 就在每一座的華富村樓宇的地下 我自己覺得我蠻喜歡這個設計 因為就好像那間店舖 真的服務回那條村的居民 由於店舖也是非常接近他們自己的家 可以營造到一個非常方便的氛圍 和一個人情的感覺 在華富村四周圍我都看到有很多雀鳥 但他們的存在亦都好像沒有違和感 居民亦都不會介意他們 而他們亦都我覺得相對是 好像是屬於那裡 那跟之前看過的西環村一樣 華富村亦都是看到海景 亦都是更加大規模 這條屋村 還有我們看到今天看出去都很漂亮 這個海景就不是說 那麼容易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們看看它旁邊的屋苑是 貝沙灣 所有那些薄芙林的有錢的地方 令到這裡顯得更加難得 那這裡這麼好的環境 其實聽人說風水都不錯 雖然它可能 翻查資料 它在建成這條屋村之前 其實是一個墳場 可能得到先人的庇佑 那這條屋村 亦都是不少名人的遙覽 有不少明星或者商界 政界的人士都會在這裡出身 那可想而知這條屋村 其實真的是一個好的地方 那有趣的地方 就是看資料 原來當時華富村 剛剛建成的時候 其實反應就不是非常受歡迎的 反而是 入住了的居民 住了之後 覺得好住喔 那就 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口碑 那就開始 陸續多一些 新的居民就選擇 搬進去 因為它的地方 其實說不算很方便 但是 它的環境真的 非常之好 令到別人住在這裡 會比較舒服 最後就 住了也不少居民在這裡 那翻查資料 設計這條屋村的人物 就是 廖本懷先生 他是一位建築師 也有修讀這個原禮 所以他就把這個大自然 融合了在這條屋村 他說沒有改變到屋村本身的地形太大 即是他是醫著山形去建 那順量呼應這個大自然 那令到這個屋村又很開揚很舒服 那廖本懷先生本身 除了是建築師之外 他後來還成為了房屋處處長 那一名 這麼有資歷的建築師 也設計了一個這麼好的屋村 一個代表作 去做房屋處處長 即是當堂的說服力 你會覺得大很多 那 變相當時的屋村設計 其實有不少都是依據華府村來做藍本 那時候的屋村 都是會形成了一種 比較自然的氛圍 還有一個人情味可以團職到比較濃厚的 那當年也有一個傳聞說 有不少居民曾經同時間在華府村看到UFO 那這個傳聞就是 都市傳聞 得不得到證實就 不得而知了 那作為一個新界居民 走到這個香港 南邊的一個老牌屋村 自然有一種隔離飯鄉的感覺 那當然我自己也很喜歡這裡的環境 但是無可否認這條屋村 也是有五十多年歷史的了 那也聽到有些居民 就是有些官方媒體那裏 就說其實他們都覺得這條村很舊 那就需要覺得它越快重建越好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重建也是需要的 因為始終你 這些東西會折舊的 那但是問題是 重建之餘 你要考慮它本身的元素 有沒有遺留下來 其實華府村一條金城 我覺得是幾成功的屋村 為什麼呢? 因為它令到 居民都住得舒服 這條屋村真正是做到移民為本 所有的設施 所有的配套 也都是圍繞著這條屋村去設計 那其實它很多東西是可以自給自足 那令到這條村的居民 其實雖然地點不太方便 但是他們不需要 特意出去很遠去 拿他們需要的東西 那也都 他們本身有一種凝聚力 有一種自己人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們香港老一輩的精神 這個是很值得留在這裡 但是看回現在所謂的都市重建 其實很多次都是令人失望的 除非 除了建了一些比較養生的房子之外 其實也是比較冰冷的 自己個人覺得 那就是我覺得可以 重建的方向其實可以值得斟酌 因為其實所有東西都需要有重建的時候 但是重建的方法 其實真的很需要 雜思講益 還有真的要問回居民 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還有覺得需要改進的是什麼 就是客觀去處理 就不要說重建就 拆掉它 那再起過就叫重建 其實就不是的 有些東西如果你拆除了根 那其實它就不會生出來的了 那當然啦 作為一個局外人說的 當然是輕鬆啦 就是如果在那樣東西裡面的人 其實可能很多難處 那大家也都可能明白的 那但是 就是希望會做到一個平衡 說到沒有 就是你沒有可能說 如果你的石屎真的掉下來 你又不做的 那但是 如果做的話 可以慢慢做 就是細心一點 LUNA裡面的底魂 正的位置是怎樣 之後 再加以 時代的進步 那樣元素 混合在一起做 可能就會做了一件 新的東西出來 那樣東西可能是 又有舊時那種味道 但是也是符合到現代的需要 那就 大家都開心啦 那那看回這個就是華富村的大街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最勝力長的 就是每次經過這裡都覺得很 很正 那不說不知 有一天走到這裡又會看到一間華富戲院 我都打了一個突然 華富村當年是試過有戲院的 那當年 今天就變成一個商場 但是這個商場其實都是比較 那些小小的商場 那有一間寵物店 就是這隻小狗就幫他剪刮頭髮 那如果華富村都可以有戲院 其實 想回當年很多地方都有戲院 例如秀茂坪那些都會有戲院 這個是我理解不到的 但是也覺得 那當年那些電影業 應該真的很賣 不然就不會連屋邨都會有戲院 出來的 那 這個時光真的 希望可以經歷到 現在可能比較難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要 網上播放 但是現在我有機會 我都會入多些戲院 看電影 因為始終 製造一個電影 和你一個 網上的 是不同的 就是 就是 花費的錢大很多 也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這也是值得支持的 就是幾十元張票 好了那說回商場 其實這商場有不少 有幾間都是非法舖 我當天也光顧了其中一個師傅 剪了一個髮型 覺得機會難得 來到一個舊式的非法舖 他剪了一個髮型 感覺良好的 跟師傅也說了幾句 可能疫情下生意也比較艱難 有些熟客仔也少來了 見少了 而且 現在非法舖要立令停業 可想而知市面上的舖 在經歷一個寒冬 希望大家熬過這段時間後 立即多點支持 那些舖 因為香港的租金太貴了 做少兩個月生意可能已經倒閉了 倒閉一間 那些舖式的舖頭 真的 沒到就沒有了 看看你幫助得多 有多少 好 看完華富村一個圈 這裡 給我最大的感覺 原來海景不是有錢型的專利 雖然他們已經拿了80%的專利 但起碼原來還有20% 可能只有十幾% 是分給一些基層的居民 那這個就令我覺得這條村 我最欣賞的地方 希望遲些就不要 那十幾%都沒有賣 拜拜 啦